嗨,大家好,我是Dr.Kyang赖恩和医师 昨天刚结束我在诊所的工作 我今天就决定说要把这个 我一直很想要跟大家讲 或者是我在诊间很常一直卫教的一些事情 来做个影片跟大家分享 回馈社会这样 其实现在新冠的这个疫情 有创到很多病人都是隔离结束后 他们怎么还是一直咳嗽 我痰咳不出来,或痰很浓 或者觉得怎么没有痰,可是还是一直咳嗽 那这个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症结点是 有没有用对的方法去咳 所以今天要谈的是 就是怎么用有一个有效率或者是 够大力的咳嗽去把痰清出来 那在这之前我们就要先了解一些肺的 基本的解剖构造 那肺部的这个生理学有一个基本的 就是口诀啦,叫左二右三 就是左侧肺叶分成两个肺叶 那右侧肺叶分成三个肺叶 那这个小等知识 所以学起来也无法 那这部分就可以看到说 为什么肺它其实就很 真的很像是树 长出来,然后树干再一结一结 这样一直分出去 所以从我们主要气到下来 以后就分成左右两个组支气管 那组支气管又会再分叉 刚刚讲左右右三嘛 所以次级支气管 然后再往下分叉 变成三几支气管 最后细支气管跟中末支气管 它还会再分叉很多次 所以它就会有上百万个 到最后上百万上千万个这种 最后的这个肺炮 它就是这样一直分叉下去 所以它是非常非常精密的结构 那这边的话就是要大家回忆一下 我们那时候在国高中的时候 可能有做过一个实验 就是把宝特瓶切拌 那切拌以后下面你就弄个那种 就是气球,气球的一个膜 里面再放一个气球 你当你去把气球往下拉的时候 里面气球就跟着变大 把它往上推 里面气球可能就缩小 这其实就是跟我们肺部 在吸气跟吐气做的 生理学其实是很像的一件事情 当我们在吐气的时候 其实就是胸部的肌肉 其实是肋骨肋骨之间叫肋肩肌 它其实是比较放松的状态 这时候整个胸阔就会变小 然后横隔膜放松它的时候会上胎 所以整个肺体积变小以后 那气就会出来 那当你横隔膜收缩往下降 然后胸阔打开 肋肩肌出力的时候 这时候就是吸气的这个动作 那因为平常的时候 其实我们吸气吐气 其实不太会特别去思考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比较少会去观察到 这些肌肉的在运作 那横隔膜本身它其实 平常我们也不会觉得 它说真的有在动 有一种状况啦 可能就是比方说 有时候没有热身突然跑步 觉得右边左边突然 下面那种痛痛的感觉 那有可能就是横隔膜在抽集 所以其实横隔膜它也是有它的很大的一个作用在 那我们这边就看一下横隔膜它的解剖构造 它大概就是在第十二节的肋骨的这个地方 所以就大概在你的 你摸到这边硬硬的 这个最后一个就是大概在十到十二节肋骨这个地方 那它的构造其实它叫膜 可是它其实是一整片的肌肉 我们这边看到白色的话 它就是一些韧带啦 红色的地方都是肌肉 所以它其实是一整片 这是一个剖面图 所以就是这样子切 这样子切的一个构造 所以它这个是一个很大片的肌肉 然后包括我们的下腔静脉 食道主动脉 这些很大的管径的器官 都是从横隔膜这样穿下去 它会有一些特别的洞洞 让它们可以穿下去 所以在横隔膜的运动上 刚刚讲的嘛 就是放松 横隔膜就会上台 上台的话就会吐气 那如果是 横隔膜用力它往下 那这时候胸腔体积扩大 它就是变成是深呼吸 其实肺部的组织本身是没有肌肉 就是它有一些平滑肌 可是它不会让它的体积有所变化 但它们体积变化都是要靠刚刚讲的 二肩肌 横隔膜 可能甚至背部的肌肉 在运作来造成胸货体积改变 进而再造成呼吸吐气 那 再知道这些以后 我们就要看一下这张图 它也蛮重要 就是可以验证说 为什么 咳嗽前做深呼吸的动作 气流会强的很多 而且会整个容量会大很多 这边我们看到 黄色这个潮气溶积 它其实大概就是 约莫落在500cc 就是可能一个宝特瓶的量 这样子而已 所以其实是很少 就是我们平常在没有 意识到要深呼吸 或者是大力吐气的状况下 都是500cc 在那边跑 那这边有一个3100cc往上 叫做吸气储备溶积 它的定义其实就是说 我们今天吸气 放轻松 然后再勉强自己再深呼吸 整个吸宝 你在后面的动作是可以带 最多是 也许可以带到三公升 更多的气进到肺部 那这边的呼气储备溶积 就是相反过来 如果你是吐气自然的吐气 然后再勉强自己吐气呼 整个吐完 你可能还会再多个1200cc这个容量 那所以我这边主要要focus的地方 就是在说 如果你咳嗽前 有些办法先做到一个很大的深呼吸 但你如果要做得更完整 就是你可能把呼气 也勉强自己全部都呼完 可是那其实没有太大意义 因为我们主要只是要产生气流 不是说要吸入很大的氧气 可是这个如果是在自由潜水 就不一定 自由潜水就很好玩 它就是 因为你要想办法带最大的 容量的氧气一次潜下去 所以它也会让自己就是 呼 整个吐到不能再吐了 肚子还会往内 肚子还会就是 就是要把它 脏起来 让亨格膜整个下坛 这样子整个体积就会变得很大 那 反正它那个也是 我也是从自由潜水的学习里面 也是稍微有体会到一点点 这里面的奥妙 就是其实肺部的生理学 其实相当复杂 那 我们人潜下去以后 又有很多不同的生理的变化 压力等等 那个 有空我们就再谈 那真的是另外一个话题 那我们就回到呼吸这个部分 所以就是 咳嗽激情 好 那我就是很简单的两个点 大家就记得 第一个是生呼吸 那第二个就是用肚子出力去咳 用肚子出力去咳 我稍微解释一下 就是肋骨肌肉 这个叫肋肩肌 那这个肌肉 其实你想想看 这边的肌肉 它很小条 没有什么特别的很大的力气 可是腹肌是一个 是一片很大片的肌肉 它其实很有力气 所以其实你肚子在用力收缩的时候 其实它就可以让负压增加 然后恒个膜上弹 它这个动作其实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 快速的一个动作 把肺里面的气体一次挤出 那有学过那个什么白努力定律就知道 就是速度越快的气流 它产生的压力就可以越大 所以这时候其实它就可以把一些气道里面的弹一起推出 所以你要越快越大的气流 它越能把你气道里面的弹 顺利的带出来 所以我先示范一个有力气的咳嗽好 它就长得像这样 就先深呼吸 吸到饱以后 然后肚子用力 就是它很大声 这是正常 那也注意到 我咳嗽的时候 我没有把喉咙悶住 就有些人的咳嗽 他们会 咳嗽 然后他会有那个 就是最后那个 说一下那个声音 那其实就是气流还没完全出外前 他就把自己的声带给关起来 那这时候其实不太好 因为有时候比方说喉咙在发炎 在痛的时候 你还硬生争把它这样关起来 那个气撞到那个声带附近的组织 其实是很不舒服 为什么有时候就很 有些人就很怕感冒的时候咳嗽 因为每次气流通过都会不舒服 然后也就是如果用你做这种 关起声带的这个动作 那那又会更糟糕 因为那又会让附近的组织更肿胀 更不舒服 不好 所以刚刚也算示范了一个 比较不好的嘛 就是把那个喉咙的这个 这个最后关起来 那我们再示范另外一个是 平常比较没有力气的咳嗽 第一种就是 就是这种 只是在用这边的力 喉咙脖子附近的肌肉 这个其实只能清到非常上端的一点点的痰 它是下面的气道啊 支气管基本上是没有气流通过 所以痰也不太可能带出 那另外一种就是 咳咳咳 它没有深呼吸 它就是用现有的这个气流 那现有的容量刚刚讲的 平常上下就500cc而已啊 所以它那个就是非常非常少的气 基本上带痰能力也都很差 所以就再回到一次就是 什么是有力的咳嗽就是 深呼吸 深呼吸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个技巧可以做 这时候其实它的那个 你会觉得好像肺部 就是整个扩张的更满 那就是你把嘴巴稍微撅起 然后制造一个稍微有点 这种声音 它其实会让你意识到说 诶我在吸气 那这个脑部的时候它就可以慢慢 诶 胸口慢慢这样扩张开 所以就是 对 然后喉咙打开 让气这样一次重做 我基本上 其实几乎没有用到 胸口或背部的力量 完全就是 肚子像在上厕所那样 肚子用力 用力 然后 然后恒格膜抬起来 然后把那个气流一次退出 这是要多练习的 因为大部分的这个咳嗽 都 比较少用这样 你可能怕说 影响到其他感觉 你这个咳嗽怎么 那么大声很吵 可是比较重要的是 今天你是病人 的话 你有痰 你就是要把它咳出来 这是重点 而且现在都戴着口罩 基本上你咳出来的东西 都是在口罩上 因为不会有什么传染的问题 那 当然你用一次有力的咳嗽 抵过数十次 没什么力量 咳不出的痰 那当然比起来 还是要用有力的咳嗽 是比较好的 而且有时候 他大概是第一次出力以后 那个痰可能 先被松动 那第二次休息一下 那第二次第三次 他都在被整个在推出来 所以这个 就是有感冒啊 还是说 就是 如果说真的是 不幸得到新冠 后续的康复期间 也可以尽量用这种方法 喉咙觉得痒痒的 有想咳嗽的时候 就可以深呼吸再咳 不要等到说喉咙痒到受不了 那时候反射性的咳 那时候的咳 就没办法做到深呼吸 或肚子处理 你就会乱用 可能胸口这边肌肉啊 所以咳到 后来就是变成胸口会痛啊 甚至背后会痛啊 这些状况就是都有可能出现 那 我最后再提醒一下 几种就是 酒咳的状况 一些鉴别的诊断 那第一个是鼻涕倒流 鼻涕倒流 它其实很容易酒咳 那这个我自己有一些自身的经验 我那时候青少年实习 大概咳嗽咳了两三个月 一直就医 大家都一直往喉咙治 然后 发现怎么样止咳 什么都没有效 所以还是一直咳一直咳 到后才发现 其实 就是很单纯的 晚上你躺下去的时候 还蛮容易鼻涕倒流 所以它的特色就是 早上起来会开始狂咳 嗯 那然后咳咳咳咳 咳到中午就会好一点 然后下午到晚上这阶段 就比较不咳 可是隔天又重复再一次 那鼻涕倒流 这个部分大概就是要用 可能睡前抗组织安脑 或者是有类固醇的鼻喷剂 这个来治疗 那第二点 它是胃食道逆流 胃食道逆流的话 胃酸这样冲上来 跑到喉咙的附近 它也是会刺激 那它比较特色就是 它咳是比较没有痰的咳 它是真的就是没什么痰 干干的咳 那它很容易复发 那通常用这种PPI 呃 脂脂离脂 防腐抑制剂这种药 通常的抑制效果是都不错 那当然就是常心管 就是心管 就是心管 过后的一些症状 这个酒咳啊 还 其实还蛮常见 尤其是 而且不论年龄 就只要是咳嗽的技巧 没有掌握到 都很容易 就是会拖比较久 原本的只是喉咙发炎 后来变成熟 是止气管炎 更严重 就再往下 它就变肺炎 那烟壳就不用讲 就是烟抽进去以后的一些热气啊 烟本身有害物质 都会伤害到气管的管壁 那就会让它的排弹能力 还有整个磕痰 其实能力也都会下降 那肺部种我就不用说 肺其实里面本身 是没有特别神经啊 所以其实 为什么肺癌有时候发现 都是很晚期 就是因为它一开始 不会用疼痛表现 它可能就是 一直久咳 甚至到后来变成咳到有血 那个才会发现 所以其实如果咳嗽 超过两三个礼拜以上 就一般就是算是 进入到比较慢性咳嗽 这时候其实就要积极的就医 那 当然这个两三个礼拜 你可以尽量试试看说 用这种有力的咳嗽去处理看看 这时候通常 如果痰有咳出来 通常改善的速度都会变快 那希望今天的这个影片有 让大家对就是 咳嗽这个事情 有在多一点的理解 这其实是我那时候 在学生 一学生时期 有一次某次演讲 有一个很资深 一个胸腔科的前辈 他跟大家指导 他现场的示范 然后大家觉得很奇怪 咳嗽这件事情有很重要吗 他说他一辈子都一直在讲这件事情 我后来才发现 其实真的是很重要 学起来真的是受用无穷 所以如果家里没有小朋友 从小就可以开始教 那没有的话就自己学起来 那分享给周边亲朋好友 这是就是很基本 可是又很实用的一件事情 那希望大家就是都有收获 那我们有想再听什么其他议题 都欢迎在留言 现在时间很多 就可以再慢慢的再跟大家分享 好那就先这样 拜拜